你那麼愛他 為什麼不把他留下 為什麼不說心裡話 你深愛他 就是每個人都知道啦 你那麼愛他 為什麼不把他留下 是不是你有深愛的兩個他 所以你不想再讓自己 無法自拔 評審我抗議 謝謝 評審我抗議 怎麼了… 參賽者有什麼資格抗議呢 評審我抗議 沒有…講好 因為製作單位跟我們講說 今天每個人只能唱一首歌 是 林同學 我問你 你以為你是憲哥啊 金曲獎連唱十三首歌 花了十分鐘 不好意思 有哪一個老師 什麼 講過什麼話 傷過你們的心的嗎 有嗎 有 我第一次上台唱歌的時候 就被志平老師批說 誰 志平老師 王志平老師 今天落入我們的手裡 等一下才好好來介紹 他們 你以為是評委嗎 不 各位 四位參賽者 不 不 好嚴重 好嚴重 講參賽者太嚴重了 那是什麼呢 是四位海選的選手 對 海選… 現在… 我今天唱的主曲 就是幾個創作主曲 串燒耶… 對啊… 你第一棒而已 你出手這麼重 真的 你有沒有太狠 龍學 你需要這麼認真嗎 對啊 國倫老師出來 他真的來挑戰 請跟王子 林隆璇 秀出自創主曲 力保評審頭銜 你永遠不懂我雙倍 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像永恆燃燒的太陽 不懂那月亮的陰雀 你永遠不懂我雙倍 你永遠不懂我雙倍 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你永遠不懂我雙倍 不懂那星星 為何會醉疊 你那麼愛他 你那麼愛他 為什麼不把他留下 為什麼不說心裡話 你那麼愛他 就是每個人都知道啦 你那麼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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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把他留下 是不是你有深愛的兩個他 所以你不想再讓自己無法自拔 你難以抗拒 難以不再想念 我難以抗拒你容顏 把情劃在誰跟你的心中 希望偶爾能夠 見到你魂心的容顏 你難以靠近 難以不再想念 我難以抗拒你容顏 把心劃在誰給你的心中 希望明天能夠見到你會心得有紅顏 留言 傳來傳去 說不聽故事到何時能平息 留言 傳來傳去 請相信我的青春佔入往昔 留言 飄來散去 會隨著每一天淡去不肯記 但願你相信 我依然相信最終的心 不懂我雙倍 就好像白天露中夜的黑夜 評審我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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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者有什麼資格抗議呢 評審我抗議 沒有,講好 因為製作單位跟我們講說 今天每個人只能唱一首歌 是 林同學 我問你 你以為你是憲哥啊 金曲獎連唱十三首歌 花了十分鐘 不好意思 憲哥那個真的很棒 沒有… 沒有…幾位老師在我 這個額外我差不會一樣 那我會讓他去弄主曲啊 他現在 現在看他第一棒出來是唱 主曲 對,還抬官抗議的 對,我覺得 我覺得王老師今天有備而來 他有帶一點模仿耶 我跟你講 他今天穿上 搞不好他就拿那個騎馬機 然後變上面一邊唱 一下 來,放鬆 你不在乎,老闆聰 感覺不錯啊 他邊彈邊唱其實很迷人 真的哦 對 其實滿不錯,表現得很好 但他一口氣 唱了四、五首歌這樣 這個歌在…進不在多 哦 重職不重量 我通常的主曲 暗中較勁啊 我通常的主曲都是十三首 所以剛剛就是不算多 是十四首耶 了解… 當看到靖倫 只是寫了簡單兩個字 哪兩個字 靖倫 有嗎 我寫好多… 來…靖倫 做筆記耶 他連站著 勇敢站著聽的力氣都沒有 沒有 我們如果有看超偶的話 照龍璇老師的講評風格嘛 是比較… 是比較對參賽者比較善良 對 可是有時候太過善良 對參賽者是很殘忍的 你現在… 對,所以要必須要講實話 所以我現在就要講實話 對 不然你現在在講評 我的講評就對了 沒有 對,我覺得龍璇老師這一次 我覺得下手很重 對,因為這整個主曲呢 不只是回味所有龍璇老師 自己的創作 還有自己唱過的歌曲 而且還跨足很多個時代 像《南以抗拒牛龍園》 80年代為的 是 然後 《白天不懂夜的黑》 是屬於90年代 還有《流言1993年》 如果沒有錯的話 好,了解 然後你那麽愛他2005年 唉唷 手機收起來 被他偷看Google 沒有看… 沒有,靖倫 你這麼喜歡他這些歌 將來他可以 持續不斷在你的墓園裡面播 喂… 就跟雲圓裡面 人家一… 你一走進去 小城堡 憲哥,人家 請你的朋友住進來 喂,憲哥 沒有啦 人家那麼年輕好不好 對啊,要也是你先 來 我可能選擇海葬 不會有墓園 沒有開玩笑 在大海上歌 我覺得彈得非常… 最重要要有自信 彈唱 對,彈唱很有自信 而且在每一首歌連接的時候 我覺得轉得很順 聽起來很有企圖心 唯一我覺得 美中 美中不足的地方 有一個小小的北中部 就是在哪裡抗拒你容顏的時候 詞有點不對 對 我哪裡抗拒你容顏 我哪裡抗拒那你不再想念 我哪裡抗拒你容顏 花心花在寫給你的心中 希望偶爾能夠見到你微翹的容顏 你還逮到機會秀自己啊 對 還唱一整支 沒有 第一句應該是這個 不是第二句 對 是,除此之外 唱錯歌詞很嚴重耶 所以你們剛剛有沒有看到 看到什麼 你以為他們三個是哈啦咖嗎 是不是真正的 我沒有這麼說 認真的來為你們抗拒 人家沒有這樣以為啦 連歌詞錯了 連什麼年份的歌清清楚楚 他說的年對是正確的 他說的年份是完全正確的 但是你剛剛有 真的有說 坐、坐兩個字嗎 沒有 他又沒有說你坐著 你剛剛說坐著 沒有,不是坐著 你剛剛坐著 對 但同學老師 其實歌詞真的有錯嗎 做錯的應該是 就是那個兩個顛倒的 顛倒的 偶爾跟明天兩個顛倒的 這個在比賽當中 天啊 對 這個在比賽當中怎麼辦 這應該要扣分 這不會 如果表演很完整的話 評審聽了會忘記 對,會忘記歌詞 會忽略掉